全球升温冰雪消融 沉睡冰川下方好几千年的岩石地表 与世人见面 硬生生分开了原本连在一起的两大冰川 瑞士冰川地区上个冬季降雪量减少 这个夏季又遇到超级热浪 导致今年冰川消融速度 是过去十年平均值的三倍 雪山逐渐变青山 专家发现1931到2016年 瑞士冰川消失了一半 算一算相当于每十年 就流失一个嘉乙式的面积 2016年至今又融化了12% 专家预估就算达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 到本世纪末 冰川仍会再减少六成 融化加快不只影响旅游业跟动植物生态系统 瑞士冰川又被叫做欧洲水库 冬天存雪 夏天溶雪 注入河川灌溉浓作物 还能用来冷却核电厂 若冰川不在 欧洲可能陷入断水危机 大暗新闻又绝于变异 未经许可,不得翻译或使用